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蓝亭旭 为历代书节奉为集体 传说其真迹殉葬唐昭里 有魔本 灵本传世 其中著名的神龙小喜半印本 蓝亭旭的灵魔者是谁 A 冯承素 B 于世南 C 楚岁良 D 欧良徐 请答题 其实我自己本身对书发誓 不是特别了解 我知道神龙是唐高宗的年号 我们看到其实这四位 A B C D的选上 他们都灵魔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有难度 所以他要看他的这个神龙 这个年号到底是谁的 那到底谁是这神龙本的灵魔者呢 我们先来问一问场上的选手 刘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神龙是出自于唐高宗的年号 神龙年号 尤其是他在位期间 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最大 在位了42年 历史上称之为永辉之志 唐中宗吧 不是高宗 唐中宗 唐中宗李显 那么当时冯承素 他的官职就类似于宫廷里 以后专门去保管和临摹书画了 所以他采用的应该是双钩白描法 之前看一些纪录片吧 也是有对于蓝婷旭的一些介绍 也知道这四个作家 其实都有临摹过 但是相对来说 这逢承素的 他用双钩法来白描的话 其实质量是四个版本当中最高的 这是我仅此而已知道的 但接着你刚才的话说 确实这四位大师 其实都临摹过 蓝婷旭为的是更好的推广和宣传 那谁临得最好呢 其实是各有千秋 应该说于世南是最具蓝婷旭意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国的国家图书馆 近年冯城素的墓志 已经在陕西出土 现在藏在大西式博物馆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 这里边墓志的内容 就肯定了 冯城素在当时的职务 和他高超的书法水平 这道题场上的选手 答得也非常精彩 正确答案是 A 冯城素 这可以 那也通过这道题目 我们记住了国宝 神龙本的蓝蹄序 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参观的话 也可以仔细地观看 去感受这国宝 它的书法之美 意境之美 文词之美 还有境界之美 仰观宇宙之大 复查品类之盛